欧冠1%决赛 首回合曼城3比0战胜拜仁 次回合在拜仁的主场 曼城能否完成双杀 我是这样看的 早在之前我的上一个账号呢 我发过一个关于欧冠预测冠军的视频 我当时说的是我不看好拜仁以及巴黎能够夺得冠军 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团队的不团结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跟巴黎有点不一样 因为你今年没办法感受到这个巴黎有任何的团队文化 在比赛当中去建立 基本上都是靠这个金钱或者是说其他东西去堆砌起来的 那么现在的拜仁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 血腥会更加刚一些 那么今天怎么样去看待这场比赛 同样是团结的问题 如果是说能够集结队友的这个信心 以及团队里面的这个人员不要产生冲突以及摩擦的话 我相信拜仁有机会获得胜利 如果这个冲突一旦更加的巨大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如果理性一点的话 可以看到首发名单再去做分析是最好的 但是提西的就赶不及去看这个首发名单 所以应该怎么样选择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个拜仁加一的方向 晚一些还有一场国米的比赛呢 我会放到这个 等一下去国际米兰的装卖店呢 去买几件样品 然后看有没有有缘的朋友呢 来意思一下 然后我去到那边呢 再发布一个关于国米更加具体的预测视频 谢谢大家